走访隐身在都市里头的古迹 会有一种时空错乱的感觉 一边是古色古香的闽南式传统建筑 而另外一边则是钢筋水泥的现代平房 在台中很多地方都存在着这种新旧并存的魅力 像是当时拥有居足轻重地位的林氏家族 位在中部进行开墾的工作 而生活稳定下来之后 子孙们为了缅怀仙人就一起集资 然后共同建置了林氏宗祠 现在位在国光路的巷弄里头 游客们经常是只见牌坊 却找不到古迹到底在哪里 其实就在铺满红砖地的巷子里头 威魔盛大 看得出来他背后的彩力非常巡厚